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我们今天解释一场鸭王跟广告的比赛 这一局呢打得非常的精彩 我们就说一个一句 由于鸭王起身 怕广告压制,所以说不敢动 被抓了个小风 还好这个百合者被发现,直接反向上楼 鸭王开始压制广告的霸神 广告霸神一颗蟹 直接在AB 这时候呢,广告先跳低对风 因为他的血量多,哪怕跟对手拼血 也可以啊,之后一下鸭王是想偷下盘 直接被广告的霸神跳C带走 没办法,你血少,你跟别人拼血 越拼,自己越 越吃亏 神乐生了一颗蟹,被大石花之间蒙倒 又进角落,打不可防又不是没躺 继续跳C啊,为什么霸神跳C呢 霸神跳C就是在防着 神乐有一颗蟹,如果我跳地你偷我布阵怎么办 这样跳C就化解了偷下盘布阵的一切可能 就是我自我一屁入住波上 继续的下中腿 神乐很被动,再跟你黑血 怎么办 好,跳地跟神乐的战C相赏 八神的血多 让鸭王只剩下最后一个红丸 也是今天的压轴大戏 红丸呢,现在开场一颗气 没办法,轻攻击打天阵 广告呢,也是不断的压制 B星八神血多气毒 先找个机会,拉和翘锋也行 拉和翘锋在C8的女人呢,就对了 对空又是一波相杀 广告开始做一下调整 然后再选择下盘 好,对空的时候被投地投上 好的,下盘两点再拳战腿 很难受 等你起跳,直接上龙 这就是一个预判了 差不多知道八神要跳了 嘿,一个上龙,直接带走 广告二发神乐 对阵压王的红丸 中国第一红丸 本地踢下,血很长 又打出Countour 专门打你的蛀死影子 印象防的不错,没有给 这时候广告呢,还是想用战士 跟他控制一下这个距离 然后用蛀死来打先制 毕竟现在红丸没有气 这个防的还不错 但是不用打点高伤害 落地起头 好,战争黑空吗 战争黑空还想抓没抓上 好的,你起跳的时候还想起头 战士打你下 上龙给你拼一下 这样广告随时增加之后 那个红丸没有气 但是 压王 红丸 追时挣扎一下 不好意思 都说明了 玛丽扎气球高伤害 打一个玫瑰 或者是打一个驾招就赢了 压王这边也是 在不断的防守 虽然红丸没有气 但是红丸有个特殊属性 我站姿的时候 你跳地抓我 我跳地玫瑰连不上 扎气打出Countour之间 ISO跟六连废了 反三 我跳地玫瑰连不上